1月4號 美國眾議院對抗中共特別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 和民主黨眾議員克里希、納默西 聯名致信國防部長奧斯汀和財政部長耶倫 他們要求將中企上海A股上市公司疑遠通信 列入禁止投資的實體名單 在公開信中 議員們寫道 疑遠通信是物聯網模組供應商 目前在美國具有失占率 有證據顯示 疑遠通信向中國軍工企業提供支持 與中共軍方高度關聯 使用其產品可能會導致美企的資料外洩 危及國家安全 信中還說 疑遠通信為北斗提供物聯網模塊 而北斗是中共的全球定位系統替代方案 中共認為這對其軍事行動至關重要 在2021年6月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實體對與中共軍方有關聯的59家企業 進行投資 以應對來自中共軍工企業的威脅 新台人記者趙鳳華 雨薇總和報導